接下来老师就针对return这个关键字的使用 给大家介绍一个注意事项 同学们看啊 return翻译过来是不是返回的意思 返回到哪里呢 在哪里掉用的函数就返回到哪里 那现在同学们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在函数中使用return这个关键字 返回到掉用函数的位置 那么在return关键字下方 我们再编写一些代码 还会被执行吗 哎 应该不会被执行了 对吧 那接下来就让我回到pycharm确认一下 你们看 在之前我们完成的数字求和这个函数中 在第七行代码是不是使用return返回了计算结果 那如果老师把光标放在第七行代码的末尾 按一下回车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这个数的光标会跑到哪里 注意啊 老师按一下回车 大家看现在光标所在的位置在哪里 哎 在第八行的顶格 对吧 那现在老师把它删掉 然后呢 把光标挪动到第四行的末尾 同意们 我们之前在函数内部编写代码的时候 如果按下回车 光标会到哪里呢 来 现在注意啊 老师按一下回车 哎 大家看 按一下回车之后 光标会切换到第五行 并且自动帮我们增加四个空格的缩进 对吧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哎 这里老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同意们 如果我们把光标放在第四行 按下回车 PYCharm呢 会认为我们的函数还没有编写完成 因此呢 会自动把光标放在第五行 同时呢 帮我们增加四个空格的缩进 而 如果我们把光标放在Return这行代码的末尾 PYCharm发现有Return的关键字之后 就会认为这个函数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们在这里直接按一下回车 PYCharm呢 就不会再帮我们增加四个空格的缩进 而把光标放在顶格的位置 那如果我们不相信 在Return下方增加缩进 再来编写代码 譬如老师定一个变量 Number等于1000 哎 同学们发现没有 随着老师键盘的敲击呀 整个输入的内容会有一个深黄色的背景颜色 对吧 同时现在PYCharm会告诉我们什么 哎 会提示我们这段代码不能被到达 为什么不能被到达呢 因为啊 函数执行到Return之后 就会返回 返回到调用函数的位置 而在Return下方的代码都不会被执行 哎 这个是我们在使用Return关键字的时候 一个注意事项 那老师呢 在代码中啊 就增加一个注释 注意啊 我们在开发程序的时候 Return就表示返回 下方的代码不会被执行到 所以我们在课下练习的时候 同学们应该在Return下方增加代码吗 哎 千万不要 因为添加了代码之后 PYCharm会告诉我们 大哥 这行代码永远不会被执行到 好 讲到这里啊 老师呢 就针对Return关键字的使用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注意事项 现在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 给大家介绍一下